今年夏天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是一个收获的季节,首先是中国南篮时隔八年重新读回了亚运会金牌,接着就是周期重返火箭,又望进入轮换阵手。 还有就是丁燕宇航在前两天在独行侠的媒体公开日展现了自己的八号球衣,并且独行侠也公布的训练营名单里也有丁燕宇航的名字,而这样一来如今的丁燕宇航也已经正式成为了一名NBA球员。 不过随着丁燕宇航和周期的双生回到了NBA之后,大家还非常关注一名球员,这人就是新疆22岁小将阿布杜沙拉木,可以说今年南篮夏天生活最大的就是阿布杜沙拉木了,尤其在亚运会决赛和伊朗的比赛阿布杜沙拉木更是表现得非常耀眼。 全场比赛下来阿布杜沙拉木三分球五投四中,得到20分6个篮板的全面数据,真可谓是南篮亚运会夺金的主要功臣。 但是就是这样一名优秀的球员却一直没有与新疆完成许约,也没有能够得到新疆的注册球员,因为在大家看来,阿布杜沙拉木之所以不与新疆许约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份NBA的合同。 而且在此之前,也有飞闻表示NBA非常关注阿布杜沙拉木,甚至愿意开出一份合同,让阿布杜沙拉木大发展联盟的比赛。 不过这样的飞闻,一直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不过,就在昨天,阿布杜沙拉木的肥皂剧,也终于有了一个结局,而这个结局就是阿布杜沙拉木已经下定决心新赛季,会继续留在CBA继续效力。 就在近日阿布杜沙拉木,在接手记者采访时记者,问阿布杜沙拉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期望,阿布杜沙拉木直接的表示, 我干脆说了一个最现实的吧,那就是我希望马上公布的CBA提侧不要抽到我,还好,采访结束后没多久,来写公布抽查明的,果然没有抽到他。 这也算是小小岁月的一般哦,显然从阿布杜沙拉木的这番话,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那就是阿布杜沙拉木会留在CBA,就从这一句希望马上公布的CBA体侧不要抽到我,就足以能够说明一切。 不过有些球迷在看到这则消息之后,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这些想法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担忧,阿布杜沙拉木能不能得到重用,就从非凡十二的比赛中,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阿布杜沙拉木,在回到新疆之后很难能够得到重用。 首战只拿到了三分四反,此战虽然拿到了19分11篮板,但那是因为新疆内线受到反规的困扰阿布杜沙拉木,只能充当新疆的五号位,从而获得了充足的出场时间,才能拿到这么优秀的数据。 但是一旦进入CBA的新赛季新疆男篮的内线则由杰弗森来担任,替补中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会是孙彤林。 上赛季,阿布杜在新疆队就一直担任替补角色,得到的机会也很少,那么新赛季他会受到重用吗? 前两场的热身赛来看,阿布杜最说上场时间变多,甚至也可以说阿布杜依旧得不到重用,而这样一来对于阿布杜来说他的潜艇真的不容,乐观,甚至也可以说阿布杜的出场时间,也真的非常让人担忧。